是车子打开来 然后我们两个是蹲在这边 打开宾室车门 据细迷描绘案发过程 这是2006年 立法院长苏嘉全的妻子洪恒珠 向媒体投诉自家汽车遭窃 没想到经意外爆出 洪恒珠开着百万名车 却使用残障车牌逃漏税 但老公苏嘉全的官运 丝毫不受影响 一路跟着蔡总统步步高升 如今就在蔡政府政权面临挑战 下届立委难过半时 苏嘉全被说要跳船 宣布不当下届不分区立委 妻子洪恒珠则跳出来说 要脱党参选 那就一家子 全部去当这些政治路就好了 这个先生选完太太选 太太选完儿子选 儿子选完女儿选 吃相真难看 一个说不选 一个又要脱党参选 苏嘉全甚至自称无奈 管不住老婆 夫妇俩一搭一唱 被说唱双簧 妻子洪恒珠过往争议可不少 除了宾室挂残障车牌逃漏税 2011年红恒珠还被爆料偷看猛男兽 2012年红恒珠的豪宅农舍 更让小英选情一度危机 看看里头的尿尿小童雕像 让人不解 这到底是哪种农具 这次红恒珠还说 当年农舍问题 是民进党欠他一个公道 所以要出来参选 挑战新潮流的屏东立委 钟嘉宾 也让绿营 英系跟新系的斗争 浮上台面 我认为这个除了派系斗争的 包括在未来的安排 是不是有院长的位置 或者是如果说没有院长的话 有没有其他的政治的位置的安排 我认为这变成是一个校正的筹码 人民只知道是说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为了延续权力 不择手段 血淋灵活生生的互相针锋相对 蔡英文还没正式落选 底下派系已经忙着卡位 鸣枪案件互相攻防 这里上当我们的光君台北报道